2012年4月,云南某银行门口突然围上一大堆人。 一位老太太走到银行大门口,拿起砖块就向银行玻璃大门砸来,而且一边砸一边痛骂银行骗了她的钱,这让在场很多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当前的问题。 银行工作人员和警察把老太太领到一边,这起事件才算暂时告一段落,但它造成的社会影响却十分复杂。 大家都搞不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突然砸银行大门,而银行又怎么骗了她的钱呢? 老太太激动地说,当年她在银行里存了五万,但现在银行却只愿意给她取五十,她想问问银行剩下的钱都去哪了? 当警方找到银行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一脸无辜地表示,按照上面的规定,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也无权改变,现在老太太的钱就只剩下了五十,他们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样的说法让很多人感到非常诧异,都说存在银行里的钱是会升利息,可从来没听说过谁家往银行里存完钱之后还要把钱倒贴给银行啊, 可偏偏这位老太太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 而且按照相关规定,银行似乎也没有做错,甚至银行经理还说他们愿意把之前原本应该给老太太的二十块钱提高到五十块钱,但老太太似乎还是不愿意。 但五万块变成五十,这实在是太离谱了,连警方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一段被尘封的往事徐徐展开。 老太太姓徐,今年八十多岁,当地人。 徐老太太小时候家境不错,她和丈夫又勤劳能干,因此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攒下了一大笔钱,足足有五万多块。 她把这些钱存到银行里,当时对于云南的人来说,银行还是个稀罕玩意儿,大家都劝她不要存钱,说不定哪天钱就没了。 可徐老太太却不顾大家的反对,她说存到银行里钱就有利息,钱就能生钱,为什么不存呢? 而且银行是国家经营的,怕什么呢? 存进银行之后,徐老太太这些年生活也还过得去,因此就没有想到要把银行里的五万块钱提出来。 直到这一年天遭横祸,徐老太太的家里遭到了非常严重的变故,她儿子一天出门办事,被车撞倒在地,躺在病床上需要大笔钱来治病。 为了给儿子治病,徐老太太把家里的积蓄花了个7788,虽然命保住了,但徐老太太的儿子回家之后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只能依靠家里的积蓄来过活。 徐老太太的儿子瘫痪在家十几年,把家里的钱花了个精光,家里稍微值钱点的物件绝大多数也都被挡掉了。 直到2012年,徐老太太的儿子病情加重在家里去世了,老太太非常难过。 直到有一天,老太太突然想起自己在银行里还有一笔钱没有取过,自帮儿子看病,把家里所有钱都花光了,现在需要拿出钱来周转。 毕竟白发人送黑发人,现在自己的晚年生活还需要养活,于是她选择去银行取钱。 一位老太太在银行存款五万,没想到取钱时只剩下五十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此时徐老太太的心里还非常忐忑,因为她之前去取钱就曾被银行拒绝过一次。 2001年她儿子刚出车祸,那一年老太太就来到银行先把钱退出来,当时工作人员非常吃惊,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存款的存款年限比银行所有工作人员的年纪还要大。 工作人员只能把银行行长喊来,行长也是第一次看到五十年代的银行存款票据,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给老太太答复,于是通知她过几天再来。 由于当时给孩子救命要紧,徐老太太忘记了取款的事,便渐渐遗忘了。 直到这一次,老太太再次想起了存款,但银行却告诉老太太1955年的货币兑换现在, 五万块钱只能兑五块,这张存单已经失去了几十年前的价值。 老太太听到银行的话气得几乎昏厥过去,她大骂银行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的贬值。 老太太和行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随后便被撵回了家。 老太太在家里越想越气,很快就到各个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但都无济于事,就这样兑现的事情就搁置了下去。 老太太在心里感觉到愤怒,她觉得那五万块钱本来就是自己儿子的救命钱,行长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也许儿子还能少受点苦。 这一次,老太太再到银行去兑现,工作人员依然声称银行有规矩,原来的本金只能算是五块,算上利息也只有二十块钱,考虑到老太太年纪很大了,协商给兑现五十块。 老太太的心里非常不乐意,她决定不论如何也要把五万块钱拿回来。 可银行工作人员却告诉她,他们只按规矩办事。 老太太越想越气,于是她拿起了路边的石头砸向银行大门,银行工作人员被吓坏了,赶紧报了警。 警察到来之后也大概了解了事情的起源,老太太对于自己砸银行大门的事情供认不讳,警察在安慰了一番老太太之后把她送回了家。 但有些事情一旦爆发就很难有结果,在老太太被警察送回家几天之后,第二天老太太又来到了银行门口。 不过这一次老太太并没有砸门,而是静静坐在银行门口。 当时银行工作人员也怕徐老太太出事,就告诉保安盯着点。 保安认为老太太也许坐一会儿就要离开了,可没想到老太太竟然在这里一坐就是三四天。 这把银行给吓坏了,银行方面觉得如果再让徐老太太在这儿坐着,她不是要做出什么毛病来,而且这对银行的影响也不好。 银行这一次不但叫来了警察,还叫来了媒体,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劝一劝这位执着的徐老太太让她回家。 一位老太太在银行存款五万,没想到取钱时只剩下五十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面对媒体,徐老太太说五万块钱现在只能得到五十块,一天拿不到钱,自己一天就不会离开。 记者帮助徐老太太找到了银保监,银保监方面表示,55年之前的人民币兑换,现在的人民币比值就是一万冒号一,因此银行方面并没有做错什么。 银保监的人让徐老太太联系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 但就算是如此,云南省分行也表示他们爱莫能助,这是国家规定,他们也不能改变什么。 民警继续处理这件事,但徐老太太的态度十分强硬,就是不愿意善罢甘休。 警方没有奈何,只好一直派年轻警察跟着徐老太太身边,还一直帮老太太买饭,陪她嘘寒问暖,而且还不停地劝阻她赶紧回家。 经过警察几天的劝导之后,徐老太也向警方敞开了心扉。 他对着这些孩子们泪流满面地说,自己早就已经问过银行,也看到了相关的政策,知道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与今天的人民币兑换比例是一万冒号一。 他很清楚当今这个情况,但他就是要和银行硬碰硬,因为他就是过不了心里的这道坎。 过去自己吃糠燕菜,就是为了救儿子的命,可现在儿子没了,银行里的钱也取不出来。 他说,过去的五万块钱购买力和现在的五万块钱绝对差不多,那可是他们家辛辛苦苦攒了多少年才攒下的家业。 可现在却突然告诉他,银行里的钱贬值成了五块钱,这让他心里怎么能接受得了呢? 过去的五块钱能买什么东西,现在的五块钱又能买什么东西,银行的工作人员心里也都跟明镜似的。 但银行就是不予以兑现,这很明显就是有问题。 可以说,老太太这番感人肺腑的话,也让人感到非常感慨。 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很多东西也开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事业,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情。 经过警察的连番劝阻之后,老太太最终选择了回家。 但现在这位老太太到底对于取钱这件事还有没有那么深的执念,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不论如何,这五十块钱的事情肯定让这位老人心里充满了遗憾,而这也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